基隆市議員失偽症前往關心時 一靠近黑狗就會開始狂叫 而這種影響安寧的情況 已經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附近居民都受不了了 還經過他都會一直狂廢 做事要攻擊的感覺 所以讓附近居民都很困擾 中午晚上要休息 也都沒有辦法好好休息 那這個情況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了 我們也通報相關單位 市政府的動物防疫所 然後派出所 還有包含這隻狗 所造成的一些環境衛生的問題 也有通知環保局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比較好的處理結果 在中山區復興路一處民宅 只有兩米多的宅巷內 有四組將一隻黑狗養在屋子外面 雖然有用鐵鍊綁住 但是只要有陌生人靠近 就會想要攻擊 雖然四組有放食物和水 但經常不夠 可能是情緒不穩 白天晚上狂吠叫 嚴重影響附近居民安寧 要求他們積極作為 但是基隆市動保處反映 這隻狗狗他的晶片植入 是在台北市 他的管理權是在台北市動保處 現在我們積極地要求四組 盡量前往我們台北市動保處辦理氣養 能夠讓我們介入將狗狗安置到基隆的寵物銀行 或者是有請四組過來將狗狗移至他的住處安置 不然將會對我們左右淋舍以及對這隻狗狗造成身心傷害 我們都希望住處能夠積極處理 我們也會要求基隆市政府以及我們基隆市警察局 積極地介入處理 市委任表示會持續追蹤這件案子 保護毛小孩也早日還給居民生活安寧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到